這邊有一個很關鍵的東西就是 氣壓俱樂灣仔號處裡面的白熱鍊 這邊又出現了 這個一打 分別可以遮陽 開陽 開陽遮陽 都完全沒有問題 還有這邊的白熱鍊也有 這個很好玩 玩一個下午都不會太累 那麼一次全部都沒有化妝 全部都是裝修交流標準 跟著BOSCO的鏡頭 我們重新再看一次 海英文嶺這邊最新推出的 凍素和價錢又是如何 示範單位的交流標準 是否達到大家的滿意程度 喜歡我們的攝影 記得訂閱給我 我稍後就完成鏡頭 進來看看吧 鏡頭轉到這邊 身處的地方 就是海恩新城雲頂的 一個飯會所的地方 也是我們下層式會所的中心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分為室外遊泳池 以及室內的恒登遊泳池 兩個swinging pool 還有裡面還有一些巴桌 可以喝點咖啡 還有我們整個售樓部的正大門口 到時還可以點一些高點 下午茶和下午茶 方面的東西 是方便日後業主在這邊請手 還有我頂上還有一條拱橋 可以從會所這邊 一步一步一步走上海恩雲頂中心的圓林區域 大家可以看到陸直非常豐富 還有後方還有一個瀑布景觀 聽說這句年度去半山山頂流下來 所以整個寓意和整個感覺 是很高級的感覺 這邊也是赤資到很多錢 來幫大家打造的 我們一步一步移出去看看 中心圓林區域 展示片又是如何的 經過漫漫長路 我們上到了中心的長規一樓 平面的一個圓林區域 這邊也是半成品的一個圓林狀態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不論是小橋流水人街的河道 還是我們的瀑布水景 還是望著會所的整個感官 都是非常不錯的 還有我們頭上還有五桂山後面的山脈 還有我們長江水庫的資源 是帶給大家的 左邊這邊有一袋開發 這邊全部都是海溫雲頂的一個動數 目前我們再收的是我們前方的四座這邊 總層高是32層 兩梯四火 分佈的面積分別是我們102平方和143平方 全部都是改仙型的大山房設計 和文藍不對樓的四房設計 這邊的收樓時間會長一點 要去到二五年才可以交樓 物業管理費也是同一大約是三元的一個房 就可以帶給大家 正常的我們一樓平面的月林這邊 它這邊還有少少個涼瓶的位置 和半山的一個觀景台 和這個樓本本身屬於海恩打造二十年以來 最後的一個地塊 也都是整個樓面 看起來比較shark 和比較young 黑白的一個搭配 顯得它非常之特別 待會我們慢慢移步 上去示範單位這邊 幫大家看看示範單位 這一次又有什麼驚喜 等待大家 我們走到了整個示範單位的 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樓梯看起來的整個架空層 不會有十分的高 但是呢 大堂的整個門面的感覺是有的 到時這邊應該就是公視欄 到時這邊有一個自動的躺門 或者其他東西擺放 其實大堂的兩邊 都會有一個梳化的位置 大陸按照現在最新的設計語言 它一樓這邊已經不會放回 保安在整個層樓梯這邊 它會有一個24小時的管家 來幫大家解決 生活上的所有問題 到時這邊 再進到裡面 就有一個bit card 任命式bit 和暗密碼鎖的位置 正式進入了整個樓道這邊 樓道這邊 樓道這邊的左右兩森 它分別有一個隔空層 我們去看看 這個隔空層 它做的整個風格 比較像做dream的地方 包括信箱的東西 全部都是裡面的 讓每一樓每一棟的樓下 都擁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設施 帶給大家平時生活上的樂趣 和平時的社交 剩下你的時間 就上去示範單位這邊 因為這邊沒有電梯 我們走路梯上去 樓梯走完之後和大家見面 上到整個示範單位的展示面 這邊是兩部電梯四伙人家的設計 兩邊進去的一定是大面積 經過一個消防門進去的地方 就是兩個長區的102平方 我們邊走邊看看 到時這個消防門 到時可以長打開 長關閉也是沒問題的 每一戶的外面都有一個邊角 可以擺放一些鞋櫃和雜物 是完全沒問題的 也都不會遮到兩邊的朋友街坊 然後再看看 經過一個正常的交付門和密碼鎖 就正式入到我們示範單位了 左邊這邊的收納 有一個USB的插頭 以及我們一些收納 包括衣櫃裏面 可以放一些冬天穿的大衣 都是沒問題的 收納空間是比較充裕的 右邊這邊就是一個比較有特色的 可以說是新的亞軍六樓 都買的廚房設計 一個一致排開的 一個長方形的廚房 它有一個很大的窗戶 看出去的景觀 是原來為主比較多 如果選擇這一戶的情況下 到時我們內地用的全都是天然氣 天然氣到時會裝在這個地方 上面一個櫃的地方 應該是擋住它的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的構造 到時的三件套 也都有交流標準 大陸這邊 每一戶人家買樓 這邊都有一個可視對講機 做一個交流標準 當你的客人 親戚、朋友 開門就一定要經過這個步驟 然後進來整個餐廳和客廳的位置 闊度大約是3米6、7米左右 色調、偏灰色調 踢腳線也比較偏灰 上面的假天花 是全部裝好帶給大家 大家所見到的射燈、銅燈和LED燈 都是交流標準 包括我們整個客廳的中央冷氣 都是交流標準 餐廳的位置 有幅牆和廚房的左隔左隔 有些人喜歡煮完飯器出來 有些人喜歡坐在這邊 有一個活動空間走廊 會比較好 然後 102平方 我也是比較喜歡騎樓的設計 之前有看過 這邊採用的是雙層的隔陰玻璃 出到102平方的騎樓 大家可以感受到 不論是寬度還是深度 是很符合當地 內地人或是香港朋友 居住在這邊的一個很好的尺寸 其實是跑步機 或者是大家日後 想喝HIT的地方 甚至封了窗 把這個地方變成麻雀房 麻雀桌的地方 設定 以及整個騎樓後面有一個 套進去的地方 那個地方有多數可以幫大家 做大眼仔的整個收納空間 到時可以做一個櫃 整個森林會比較舒服一點 我們先說一下 03和04左右兩戶都是102平方 04會比較靠近右手邊 我們叫一個南外環的中開高速 這條高速是連貫我們馬雲島的反方向 正前方便回到市區 所以大家如果怕吵 盡量選擇03這個戶型 比較好一點 因為左手邊還可以看到圓林一點 如果追求性格比的 一定是旁邊的04 雖然我會吵 但選擇高一點的話 聲音可能會減少一點 後來做個風吹 整個感覺會更好一點 一分價錢一分貨 如何選擇 其實走回正區 我感覺到 白色的雨膠漆整個面板 這個時刻比較粗 而且感應的小夜燈 也是屬於膠樓標準 左手邊這邊 會連貫著我們騎樓的長輩房間 長輩房間 其實你放回床庫 這個地方再放回衣櫃 其實空間是剛剛好 如果你要做到三段落床 都很寬闊的情況下 建議一尾五床 就差不多 一尾八床 就會有少少壓扁 這邊就是我們南向的臥室 這個是三段式的四手間 這三段式的第一個感覺 就是這個中間的闊度 是舒適的 還有它這邊有一個移用鏡 這邊後面有收納 這四節就是這個防水罩 亦都做到的 四手盆依然是比較細小 後期如果想要擴充的話 也可以自己有條件 這樣放進去 三段式的四手間 整個尾端就是它的馬胸位置 可能比較偏細小小 淋浴狀態 其實是剛剛好 對於我身材的身材來說 亦都是名次 不是暗次 裡面所有的照明 換氣 吹風 這些全部都是屬於膠頭vision 有一個美的智能家居的形式 右手邊這邊就是騎樓 贈送一半面積的房間 這間房間有少少有趣 就是這個角有少少凸出來 浪費了少少的位置 所以這間房 如果居住的人口密度不算多 我個人建議做一個收集房 或者是做遊戲的地方 打遊戲 打遊戲 甚至乎打麻雀房 也是沒問題的 整個窗戶的感覺 不算是壓抑 但也不是很透光的 最終走回整個主人房這邊 主人房進來這邊 就是一間我們的套廁 套廁就是乾濕分離一套色 整個空間是久用的 轉回來看整個活動空間 主人房這邊 也是有我們的中央冷氣進送 所以客廳和主人房 大家就不用去擔心冷氣問題 這邊的飄桌的位置 應該是拼了它 所以整個空間看起來 會比較闊少少 但是前後的距離 長身的開間 我覺得是窄了少少 放回一個一米八成兩米的床 其實空間就很有限 剩在它右手邊 一排到L字形這邊 可以放回很多收納的位置 還有飄桌了之後 整個感官起來 真的比較大氣少少 也沒有任何處位 可以落地的玻璃 也都可以好好地看著前面 海恩這邊的一個圓林設施 以上這邊 就是一百零二平方的三房設計 待會我們轉轉到一百四十三房這邊 幫大家看一下 大四房又是如何 四房的藍不對樓的戶型又是如何 這一次全部都沒有化妝 全部都是裝修交流標準 入戶門後 依然是有我們正常交配的 我們的一個防火門 還有自尼密碼鎖 還有一個圓關櫃 做一個整合式交流標準 帶給大家的 整個交流標準 圓關櫃會比一百零二平方 可以長身一點 整個活動空間亦都會大一點 右手邊進來這邊 就會有一間房間仔 這間房間仔 又可以做一個收納的房屋 或者做一個長輩的房間 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再進來 正式入到我們客廳和餐廳 一體式交錯的示範單位 展示面 它是兩個露台良不對樓 我們先看看餐廳這邊 其實這一次的賈居樂最新的設計師 設計了這樣的交流標準 所以對於我對它之前偏歐式設計的風格來說 其實是有驚喜和加分的選項 在裡面 不論是地板有色調的配合 以及屋面的鋁合金門框 其實看起來都很舒服 然後走回廚房這邊 到時會有一個燙門的 設計 整個廚房的設計語言 色調也是我本人目前比較討喜的狀態 灰色和深灰色和灰白色的一個櫃面 其實體身是非常舒服的 升盤位置有兩個 到時操作面板也是一個很大的玻璃窗 直射轉我們整個圓林口方這邊 這邊有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就是 在亞居樂灣仔號上面的白熱鍊 它這邊又出現了 如果是西斜或是太陽大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白熱鍊 隨意自己使用 整個廚房的一個空間的一個光度 由你選擇 雙門的設計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你所見到的也是全部交流標準 那北向這邊就會有一個露台仔 露台仔這邊是按照內地的生活習慣 這邊統一都會造成一個 我們死衣房的一個浪衣空間 你可以見到 熱水器的一個動熱的插梭 和天然氣的管道 和一個上下的水龍頭位 你可以見到這裡就是要做死衣機的一個 死衣房的位置 如果是說後面的景觀 因為後面也是屬於亞居樂的一個 雲頂的一個動數 大概會看著圓林景觀 比較多一點 再身後方就是我們一個 深中高度的延長市 我們的中開高速的地方 餐廳的位置也夠大 如果是說人口住的地方不多 在我正對面的牆後面 亦都可以做一些 組合櫃 做一些酒櫃 或者做一些收納的物凳 其實都不錯 去點綴整個空間的一個高級的感覺 走回整個延的整個總開間 其實是非常之夠空間的 這個空間帶到什麼程度呢 左右兩邊分別有我們的插梭位置 等於說你左右兩邊 可以放一些你自己想要的部件 或者說我們一個飲水機 放在這個地方都是沒問題的 整個層高是三米左右的 整個高度也都不算過壓抑 然後看我們主腦台這邊 主腦台就是我們靜南向這邊 左右兩邊分別有少少的東南和西南 看大家怎樣選擇 這個主腦台屬於正面 目前是沒有東西看的 實際上是看著整個圓林的 左右兩邊可以通風的 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客廳是用了中央冷氣 是二拖一的 所以這個地方 是放壓索機的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到時後期要自己 放一些東西才可以隔熱 還有沒有那麼吵 右手邊E是同一的 都是放回我們壓索機的位置的冷氣 還有這個地方就是靜靜的主角度位置 如果大家是不擔心Highway很吵的情況下 就放心去買這個O型是絕對沒問題的 如果說你怕它會吵的情況下 你亦都選高一點 或者選網園林景觀比較多些 也是OK的 目前的均價兩個O型加起來 都是12000多元到14000多元 都是有價錢給大家選擇的 比較優位一點 然後走回正去這邊 右手邊有一個南向這邊的似我 整個空間來說是剛剛好 一尾五個床絕對沒問題 左手邊這邊就是我們三段式的洗手間 三段式的洗手間依然是我們一個 洗手台的整個開 太小了 不過好幸好它這個地方是盧空的 方便大家去清潔和打掃 大家就不用積塵這個地方 後方這邊是乾塞分離 帶直這邊有一個飄桌的位置 可以做一些收納也不錯 但骨向這邊呢 陽光部件房間 整個窗戶的整個感覺會比較偏壓 不過看看哪個用 正常做一個客房 只是招呼朋友的話 是絕對夠用的 甚至乎這邊做一個自己的一個 畫室 瑜伽室 是絕對沒問題的 看看大家怎麼使用 房間這麼多四間房 你搶電話也可以 然後就是我們最後的主人房 整個主人房 整個獨立通間的一個開間 大概會有四尾左右 整個深度也都非常闊 大概會有四尾二到四尾五之間 然後在廁所的出方位置 我個人覺得可以做過簡易的梳妝桌 或者衣櫃 框住它比較好一點 至少不會廁所的感覺 和我們睡的地方拉得很近 主人房睡的位置 我覺得應該會睡對面的頭比較多 就不會睡對面的頭 因為頭是看廁所的 所以後方的位置比較大 到時這邊大家可以見到 為何主樓台會封了一個紙呢 大家可以見到這些景觀 這些景觀 如果你選擇二樓到十樓 大市場的景觀就不會變的 就是這樣 除非你選擇十五樓 你可以看到我們目前中山市裡 唯一的一個高爾夫的球景 或者山景都可以看到少少少的 如果要性格比高 就選擇二到十層之間 是可以的 還有主人房這邊 兩個通風的窗 和這邊的刮熱鏈也有 說實話 挺好玩的 玩一個下午都不會累 這些 這就是屬於它正常的格勒標準 套翅 要不要先說一下 我剛剛撼了一下 這個套翅很大 非常之大 這個寬度 但你可以看一下我 這樣HIT的身材 這邊佔了一個位置 其實我可以並排其三 才到這個位置 但是 它的格勒標準也是 其實桌子再推出來 其實我覺得會更加完美一點 還有它這個二龍鏡 是一鏡通到盡頭的 兩邊都有它沒有收納 都可以的 廁所這邊 用回我們國內的品牌 科立 和乾濕分離 以上這邊 就是143平方的 四房的交流標準 如果大家想要改善 或者想要大積一點 還有 想要一個寧靜的舒適環境 和方便回香港 海鷹文頂一定是你不義的選擇之一 因為我自己都非常之喜歡它 這樣一個平整的設計 如果有問題 隨時找回我 看它在上面 數一數 就可以找到BOSS 好了 今次又回到海鷹文頂 其實海鷹新城 整個給我的感覺 其實是舒適的 舒適之外 它是非常適合到家 和自住的 裡面住的人群 不單有我們香港的朋友 還有內地的朋友 以及中山本地的居民 都非常之喜歡海鷹 為什麼會喜歡海鷹呢 第一個 原始於十幾年前 我們雅居樂的品牌的效應 以及它的物館的優勢 然後這邊就拿了很多 口碑非常好的情況 還有海鷹這邊 食飲駐行 銀行 生果超市 百貨超市 直通巴巴士 站點 以及公交車站點 應有盡有 可以說它比沒有一套中山市區的一個 區域更加豐富一些 還有它這邊的一個醫療配套 其實我覺得都是方便的 它反方向火具 一名醫院大約十分鐘 博外醫院三個字 十五和十分鐘其實是可以的 還有它這個南外環 這條通道日後 雖然說它可能會影響到雲頂目前 在售的一些貨量 但是它對於整個城市的交通 是有加分的 因為到時從這條通道回到深圳灣 再經屯門回元朗這邊 大概一個小時 你全部可以搞定 非常之方便 還有外面就是我們一個 博外路的主軍島 你連跨整個城區 哪一個區域其實問題都不算很大 回大陸你一定要駕駛到台車仔 它會方便一點 還有內地的Uber和滴滴也方便 還有整個樓盤它的樓間是闊著的 但景觀方面就沒有太多選擇 所以大家去選擇 那時候你盡量扣遠林 這樣隔離一點會比較好 如果大家只想著居住 享受和一些品牌的展示廟 比較適合香港朋友的口味 雅居樂的樓盤就非常適合大家 因為它的樓盤最小是102平方 三房已經非常之夠用 而且是大露台 所以大家就要看自己喜歡哪一款的單位 以及是否可以接受到它沒有設計的缺點 因為樓盤肯定沒有100%完美 希望這樣的分析和這樣的介紹 可以讓大家對這個樓盤更加有清晰的認知 我是Bosco 我們也是住在這個附近 不論周邊的配套都好 其實對我們來說 有台車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日後如果想和我們一起在中山這邊生活 鎖定我們的頻道和喜歡我們的頻道 點個like給我 我是Bosco 今期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給like和share出去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詳細的樓盤資料 歡迎通過以下方式聯絡我們